一名戴墨镜男子不顾红嘴鸥挣扎 跟朋友一起抓住他合影 画面曝光后 网民痛批男子虐待动物 这不是红嘴鸥第一次被游客惊吓 他们用力抓海鸥翅膀的后果 可能造成永久伤害 网友谴责抓海鸥拍照 只会显得游客更加丑陋 部分民众不仅对动物没有爱心 对人也不尊重 游大妈搭机时竟然把脚丫子 放在别人座位的服务手上 我想他看到镜头可能会有个收敛 把脚收回去 但是其实也没有 大陆交通设施为了避免不文明行为 在动物车上主动提供拖鞋跟耳机 但很多人还是明知故犯 各知名景点更夸张 明明有请勿攀爬的牌子 还硬爬到礁石上 或闯入花丛中拍照 如果把大自然美景破坏光了 又剩下什么可拍呢 记者综合报道 有大大小